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你不要跟任何人讲 这事只有你知道和我知道 啪音乐起 我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把钱放在第一位的 有很多人太明显了 就是视频这个播主啊 就是明显的就是就差张嘴跟你说 拿点钱拿点钱 就差点他压根就没有一个诚意在里边 还好你不是那样人 你真不是那样人 因为你有固定的收入 你不缺那份钱 何有可无 我的一个爱好 对某些人有帮助的话 我不需要你给我打赏 我也不需要你怎么怎么样 你也不用点赞 你也不用评论 无所谓 你开心就行 我跟你讲讲我办美国签证的经历吧 这个我是投一回说出来 之前没跟那个别人分享我这个具体情况 然后我呢 找了几张纸 你现在屏幕上得出字了 开始讲美国签证了 你对于美国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先讲我办美国签证的这四次经历啊 然后我找到了三张这样的纸 签证官会给你一张这个 然后就拜拜了 拿着胡椒你就走了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家三口去一回一个人一千块钱嘛 总共去了四次三次一万二嘛 办美国签证我花了一万二 还没办成功 我这个生气啊 前三次办完了之后呢 我说不行 第四次我还得去一趟 我就笨着被拒去的 他让我不爽 我也让他不爽 我就表示抗议 当时跟那个签证官对话 其实那个签证官最后一个是一个白人 小伙子 挺好的 他目光当中 就是表示遗憾 因为不是他能力范围内的 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 他理解我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他可能就是介于电脑屏幕上 所显示的这些信息啊 然后表示抱歉 这是他的工作啊 我就表示理解 很多很多小伙伴们一听 西班牙有啥好的 那一国家欧洲最熊的地方 有啥好的 我在美国多少年了 美国这可好了 加拿大美加傲行 告诉你 不是我这种人去的地 你们应该去 你们去 我是不去了 那你们后续有啥计划吗 后续计划就是到了之后 先先安家嘛 先先租个房子 租完房子 然后去这个派伙所 领那个居留卡 按指纹 领居留卡 出家证明 整完了之后 这个孩子搬入学 给他找个学校 上学 在学语言这些 你不会语言 给他整个什么学校 坐那也听不懂啊 老师也不能专门教你语言 只能找这个语言学校 先学当地语言 从那些字母开始来说 对 这过度我估计 怎么也在一年的时间 一年能适应了 然后第二年 我也不知道 第二年我也不知道干啥 我先把 第一年去了 第一年应该慢慢的 也就能找到第二年 要干什么 有可能 有可能 现在我没仔细想 有可能我去打个工 然后入境西班牙前 他那个 西班牙的官网 有一个信息 填写一下 填完之后 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然后出击场 郭海关的时候 出示那个二维码 他那边一扫 绿的就可以走 西班牙找了一个中介 他们给安排的这个 绿室 然后还有一个接机的 办理我后边这些 拘留卡什么 这些事 大指纹 拘留卡什么 因为有一些人 是自己DIY的 在我护照的前面 有一家伤口就给拒了 我也是兔兔 我合计能不能 给我也拒了 结果到我那没拒 直接就把护照给我 签字把护照就领走了 我发现人家还领了 护照里边夹一张 粉色的拒签的理由 拒签信的 他这个通过率 也不是很高 我估计有六成 能通过的 然后一个留学的 也是被拒了 他一般能拒你 就是说明你材料上有硬赏 才能给你出 他能给你出这种 纸质的这个拒签旅游 旅游这个信 我觉得这个律师给的这个方案 按照我这套东西怎么提供 我觉得他出的这套方案挺好 告诉我必中就请 重点在哪边 然后这些东西多提供 当然我这边也有 主要是有这个公司 这个营业执照 然后还有这个 我自己还有三个品牌 可能也有点怪 再一个护照不是白本 因为前面那个签证也不少 孩子的也不少 去这些国家 也能弃点作用 就综合吧 可能就是综合 各方面 也不是说你这个 北京有两套房 然后存款有个四五百万 人家就能给你通过 也不一定 人家也得从何看 反正我这 我这不是输去了 对上回沟通的时候 我还告诉你这事 如果要是通过了 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 我告诉你的时候 是我领完护照的 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 我上车了 我领完护照 我出来 我先给一个西班牙的 一个大姐 那大姐帮了我不上班 她告诉我很多信息 然后在火车上 我跟你说的 我说那个 这这西班牙的事办成了 总算可以走了 对啊 你那天到我 我其实还挺高兴的 终于办办妥了 对对对 因为你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我之前他们有人跟我说过 说过这个什么西班牙的这个非盈利 但是我也没有 同样没有听有人说是 就是办成过 嗯 好这个成功概率不是很高 前面确实有好多句的 好了 这期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想移民的话 你就拜拜 对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记得 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产品里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